新北幼儿园Delta病人株群聚感染事件持续延烧 昨天不少人把疫情延烧的焦点 放在台北市装潢工夫妻确诊 其实新北市三丛昨天还有两例 新增感染源不明的本土确诊个案 其中一名是在职场裁检验出 另一名则是同住友人 这两名新增确诊个案 CT值分别为30、31 专家认为CT值范围在30到31 有两种可能性 一种可能是刚感染 另外一种也可能是感染一阵子 防疫专家除了注意到 这两期感染源不明群聚个案的发展 也发现新北幼儿园群聚感染事件 又持续苦散的迹象 让专家们怀疑这次的社区感染 可能是Delta疫情的冰箱一角 长龙基斯两个跟他的儿子 三个Data 那个基因定序跟半条幼儿园 是不一样的 疫情可能还没有结束 因为有一些人还在 还在检疫隔离 有些人可能会有阴转阳 那这个板桥的长江路某社区大楼 有其他地方 只是一个冰山之一条 或者那边是一个指标的个案 只是他比较早发现 也不能排除有其他的 险在的或者是有黑素还没有爆发 还有这个是两条线 他就是代表附近的地区有感染者 就是那个地区要用力 就是广塞 然后那个地方要清除 到最后你只能广塞 就是尽量把病人抓出来 然后看病人在什么地方 我的感觉是如果有新生个案 超过两位数一定有新的点 没有连不上的 那这样的话基本上你就大概就不要回一回山